透过脸书发布闪婚消息的天心 今天公开露面了 谈到了韩国摄影师先生 他说自己绝对不是先有后婚的 因为他想到天心以前讲他不婚不生 那现在既然结婚 会不会后面那个不喜欢 已经也改变了呢 他说因为对方很贴心 在交往一个月的时候就想嫁人了 天心一身黑衣皮裤 紧身装扮 展现好身材 也用服装证明真的没有怀孕 否认代求嫁的传闻 贵单位以为我怀孕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说我最敢跑跳碰 样样都可以自己来 就连剧组都以为天心有孕再生 不敢让他太操劳 逼近过去曾说不婚不生的他 突然宣布闪婚 让不少人吓了一跳 我就是他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满想嫁给他了 感觉到这个男生是把我 然后甚至我的妈妈 都是考虑在他的计划 天心跟韩国摄影师金荣炳 在大陆拍戏认识 后来男生以来台观光的理由 展开进一步的互动 天心看上对方的贴心 甚至还爆料杀青的时候 老公写了密密麻麻两页的情书 只为了要加天心的脸书好友 非常享受现在的两人生活 然后因为我们都还是 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对然后 就是我还是做我的演员 他去做他的摄影师 然后大家互相配合 新婚喜悦藏不住 也成功脱离圣女俱乐部 普出浪漫的异国恋曲 天心强调目前没有做人计划 想要好好享受两人时光 TV新闻秋智 继续扣向杨青 爱心居小组新北市报道